我們現在要做動畫 這個叫做虛擬觀視模式 那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平常我們在下面看的時候 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這個叫做什麼 就叫鳥看模式 像鳥一樣 在空中這樣往下看 那我們一般來講 在編輯的時候 這樣是比較好的方式 但是呢 如果你要做動畫 你就要進去裡面做 像我們一般看那個房地產廣告一樣 你可以進去裡面 那它虛擬觀視模式呢 還有一個 就是跟鳥看模式也都有 就是可以儲存時間試點 這個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你找到一個角度 我的客廳 我的房間 我們家 從某一個角度是最好看的 那個角度有時候你要調是不好調 你就可以把這個角度把它儲存下來 那下次呢 我就直接進去就好 所以 這兩個都有這樣的功能 但是呢 我們如果要做動畫 主要用第二種 你用了第二種之後呢 你會發現多了一隻眼睛 你看喔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眼睛跑出來了 有一個攝影機跑出來了 這樣看不像眼睛 我把它稍微往前一點 因為被那個 這樣有沒有比較像眼睛的 有了喔 你看在這邊 有看到眉毛嗎 這樣 這樣嘛 對不對 攝影機在家 有沒有發現他有 這個 我把它稱作點點頭 這個叫做搖搖頭 然後呢 這個就是眼睛的高度 眼睛的高度 我們來馬上試看看 這個點點頭 這樣有沒有點點頭 這樣有沒有點點頭 雖然我畫面有卡 畫面卡住了 他不太想動 這樣搖一下 這樣有沒有點點頭 搖搖頭 這樣有感覺了吧 對不對 好 那眼睛的高度呢 跟這個 就有點關係的喔 你看把它拉高一點 有沒有看得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知道在你們家怎麼搭電梯嗎 蛤 用這種搭電梯啊 你 做動畫 要沿著樓梯這樣照啊 照啊 才上來喔 這樣是一種方法 但是看久會頭暈啊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用這個方式來做喔 你看喔 我先把角度稍微再轉回來一下 你也可以從外面看進來 我應該照到 繞到這邊來 因為我這邊牆壁已經打掉了 所以我從這邊 過來一點有沒有 拉過來 我再轉回來 轉轉頭 這樣有沒有看到了 這樣對不對 好 再轉回來一下 看一下 從這邊 這樣你就比較清楚什麼叫做搭電梯啦 這樣有了解嗎 外面我們這個是有牆壁 有沒有這樣可以上下 那你也可以站在裡面啦 進到裡面來 那我就進到裡面來 那我就進到裡面來 誰說 上下樓梯一定要這樣子 你這樣下來 有沒有 下一層樓 這樣了解了嗎 那我們現在這種方式是直接看嘛 直接看可不可以做成動畫 當然是可以的 這個時候要搭配一個東西 叫做攝影機 因為我們早上 是不是都要用這個照相機 對不對 旁邊這個攝影機都不會給你擋住 我們來動一下它囉 按一下它 好 你看 如果你想先從外牆看進來的 我們可以先從外面 然後到外面來 你就往後退就好 有沒有 好 我就從這邊 從這裡 OK 所以如果我要從這裡開始 有沒有看到一個紅色的 看到了 所以你把它按一下 表示 做水器後 我會再開始 然後呢 你就看你要怎麼前進囉 我要從這裡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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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要先從樓下開始的 你就 把眼睛的高度先放低一點 然後來到這邊 按一個做記號 有沒有一個路徑呢 那我把眼睛放低一點 放低一點 好 再做一個記號 再前進一下 萬一你有 就是那個點 你有射錯了 當然你要撞牆而過 我也是不反對 只要能夠進得去 都是 都是好的攝影機 這樣可以嗎 好 進到這邊 我再按一下 然後呢 我可以轉個角度囉 萬一你有一個點射錯了 你可以這裡有一個掃法 他可以把最後一個點刪掉 假設你全部都不要的 垃圾桶 傳了好 一 整個路徑都沒有 這樣清楚 那通常我會先怎麼樣 先稍微玩看看 所謂的先玩看看 就是你按一下 這樣你就知道你的路徑是怎麼走的 這樣知道嗎 好 進來有沒有 攝影機下來 然後再前進 那這個速度是由他自己幫你自己決定的 由他幫你決定的 所以這樣再走進來 就走到我們家了對不對 好 所以我就在這邊先停 OK 所以你看我把它跳到最後一個 我如果在這邊 我想要移到樓上去 我就來用 眼睛的高度 往上 往上 這樣有沒有就看到了 這樣就坐電梯上來了 記得按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在這邊 往前一點 往前一點 進到這裡來 好 用play的 進來 然後呢 就準備上樓囉 有沒有真的上來了 有了解了 那麼 如果你真的要拿出去了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攝影格式 他會變成一個quittime的那個 影片 quittime的影片 你可以從這邊選擇 你想要的什麼 尺寸 那原則上最高 就是到我們講的 上禮拜如果你會來 我們這個叫Full HD 應該是夠了 但是我必須告訴各位 他用的是歐規 有沒有發現一秒鐘25格 一秒鐘25格 那 你記不記得我剛剛輸出一格 輸出多久 因為我上兒童班 有個同學問我 老師 我要做一個動畫 請問輸出要多久 假設 你一張圖 就單一張 要 我們大概一分鐘 好不好 一分鐘 請問 一秒鐘25張 對不對 25張就幾分鐘 是不是25分 對嗎 好 那這是一秒鐘 如果你的動畫是一分鐘 25 是不是要乘以60 請問這樣要多久的時間 一分鐘的動畫 應該一天差不多嘛 對不對 你把他算30分鐘 假設我是用了30分鐘 然後呢 就 60秒吧 這樣了解 所以輸出動畫 如果你用的是最高品質的話 他的輸出時間會比較長 輸出時間會比較長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在輸出動畫的時候 假設你只要先給 就是說 做個demo給人家看的 我通常就是 大概不要用太高 就720 480左右 就是DVD的品質 那720 540 因為這邊是歐規的 我就用這樣子 那可能用高速度的 讓他輸出 這樣速度就會快很多 你把他按下開始之後 他會幫你計算 你這個路徑這樣走完 大概需要的時間有沒有 需要 你看他在幫你估算 就是總共是828個 所以大概需要的時間 輸出只有6分多動 這樣可以嗎 做動畫最 這個部分應該是 會花最多時間 會多時間 因為真正三體軟體也是一樣 在這一塊來說 就是會花比較多時間去做運算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然後呢 你可以把你的這個專案檔 就把它儲存下來 你的專案檔儲存下來之後 攝影機的動畫也會留下來 這樣了解嗎 這路徑他會幫你儲存下來 所以下次 你如果想要再修正 也是OK的 這樣 有沒有問題 稍微了解一下 你可以再試看看